《海淘法师红发型》 任世间快乐多过于悲伤 任世间温暖多过于孤单 任世间光明多过于黑暗 任世间和平多过于挣扎 任世间让人替代了责难 任世间谦逊多过于浅满 任世间感慨多过于贪婪 任世间谦逊多过于浅满 任天空保佑最初的未来 任心凉如海被点点拖垮 任生命虽然沮丧 虽欲遥 万物都回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慈戒可以让我们不堕落地狱 鬼道畜生道 叫月山土苦 慈戒可以让我们来世 至少做人乃至怨生天 得生天 直屈人天 慈戒可以让我们超越三界六道 有漏生死痛苦轮回 和毕竟登上解脱 乃至成佛彼岸 五圣运载皆为走霞 万善刻备皆为基本 各位于今天是六灾日 十灾日 各位今天守八幻灾界 多念什么 念一下 大四字菩萨 如奢纳佛 那这样可以消除罪业一千戒 所以各位在今天六灾日 十灾日 来到慈礼堂 受慈八戒者 先当晓廖八戒明提 此方与各位一一传授之 然此八戒明曰八观灾 观者金碧之意 唯金碧八世不放故 灾者其意 以过中午不时为灾体 外在八世著成内在清净灾体固 尤其八世与灾体共相之时 又名八知灾法 须知灾一名戒 佛所自定雇 戒一名灾 其身口意三叶雇 最重要是这四个字 其三叶雇 以身叶其 今天我们的身体绝对不要杀身 偷盗 淫欲 爱染 不但如此 我们今天的身体做医工 拜佛 利益众生 第二个 口业期 则无诸过失 我们的嘴巴 什么时候会造业呢 当我们骂人 骗人 说人是非 讲没意义的话 那就在造口业了 今天我们绝对不如此 我们的嘴巴念佛 诵经 持咒 讲佛法 关心 慈悲的语言 给别人听 什么叫别人啊 各位今天你回家你就有家人了 你要跟你家人了 不要再试试念了 念不完的 那么你要去称赞他的优点 所以你要去鼓励他 所以有人跟我说 师父我今天守八关宰戒 我看到我老公要赶快跑 那你错了 大乘的八关宰戒 不一样啊 没有污染欲望的爱 慈悲 所以呢 你要好好的跟你太太 跟你先生说 哎呀我好关心你 我好疼爱你 希望你快乐 我为你去守八关宰戒 功德回向给你 希望你打麻将赢钱 所以基本上 因为你是守八关宰戒的 他打麻将 是他的事 但是你不要为这个儿生气 所以你还要回向给他 让他觉得 老婆祝福我 做什么都赚钱 所以他赚了钱 他拿来报答你 感恩你 疼爱你 所以我想各位呢 执着会造成痛苦 八关宰戒 叫我们学习放下 但是放下不是放弃 是没有污染 没有执着的 爱你的家人 爱你的儿女 所以特别现在 能够守一次 八关宰戒 把旧了一年的恶业 消除掉 所受戒的功德 发愿在新的一年 得到幸福 健康 快乐 帮助别人 有一颗温暖 没有恨 没有抱怨的心态 讲出来的语言 多好听啊 所以各位 念习看看好不好啊 讲好听的话 来 跟我念一下 讲柔软语 讲和和语 讲真实的语言 讲关心的话 好不好 不好 吹起疼 要发愿哦 我们受戒 他不是说 不要跟我说话 我不要说阿弥陀佛 那你这个人 好酷哦 没有感情哦 学佛教开始 爱众生 爱家人 你不好 我照爱你 你打麻将 我爱你 所以就是如此了 所以那天有个男众 问我一个问题 看他很诚恳 结果他说 师父 我实在很爱我老婆 我说那很好啊 但是我外面 又有一个老婆 那我说 那不太好了 然后他又说 又生了一个十岁小孩 哇 大屌了 然后我就问他 你老婆知道吗 不知道 那我说怎么办 但是所以我很亏欠他 我真的对他很好很好 他好像知道 又好像不知道 我说无论如何 这是你的因缘吧 古时候男人也不是结一次婚 古时候有钱的男人 都结了三四个太太 对不对 就像我以前很喜欢看那个什么 胡雪原传 中国的最大的研商 人家娶十三个老婆呢 但是我只是跟他说 这是你的因缘吧 但是我认为 如果你真爱你的太太 跟你的大太太 好好地对待他 好好地呵护他 我认为爱可以感动一切的 你试试看吧 所以你说他知道当做不知道 他已经很不错了 所以 但是如果你用你的行动 心态表达出来 那对方会感动的 我刚才讲那个胡雪原 多厉害你知道吗 他后面十二个小老婆 我都是他的大老婆帮他找的 我说爱可以到他这个阶段的 因为找来对他老公有帮助的 我最大的感动 以前我看这个故事的时候 胡雪原到了八十几岁 被慈禧太后抄家 因为他生意倒了 最后他抑郁而终 结果他死的时候 然后之前就分了 把他的财产分了十三份 给他的每一位老婆 这个太伟大了 对不对 公平了 结果等他真的死了 那个最爱他的那个老婆 叫罗氏 我还记得 然后呢 居然在他红幕前 殉情而死 我那时候看到这一段 哇 那个太伟大了 老公死了 他也殉情而死 但是无论 我认为 我讲这个故事 就告诉各位 这种没有污染奉献的爱 你看帮他老公找小老婆 帮他照顾全家 他欲而终 他永远不舍弃他 所以怀着爱陪他往生了 所以这真是伟大 而且这个罗氏 他是一个寡妇 他不是一个 他已经过去跟人家结过婚 然后呢 先生死掉 所以他叫罗氏的太太 罗氏是他过去先生的名字 然后他的老公还是继续爱他 这个胡雪岩 所以我认为 这个世间上 他只是一个世间的故事 都可以表达这种 平等的 无污染的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 首八观再戒 千万不要站在一个 个人解脱 是放下自己的爱恨分别 然后无分别的 去关怀 去爱众生 就像我们今天中午要吃树 一般各位有吃肉 那但是今天啊 我们虽然要吃饭 但是我们不愿意去伤害 任何一只小生命 但是不伤害 那他才是一个个人的解脱 我们要念一下 愿断一切恶 愿修一切善 适度一切众生 所以我们要把 这种大爱 遍及一切 不是不骂人就好 还要进一步 讲好听的话 对方喜欢听的话 给他听 还要鼓励对方 还要赞叹对方 所以呢 而且还要 最后还要讲 能够让对方 离苦得乐 的佛法 让他们 往生极乐世界 让他们往生 妙喜净土 让他们成佛 所以 简单的说 大乘的八观再戒 是断除自己的 执着分别 却把自己全然的奉献给众生 那各位 现在可能还没办法去面对很多众生 但是各位要开始奉献你的家人 每天都赞叹你老公 好 你很厉害 很贪心 很爱我 你老公这下不得了了 所以 这个就是一种改变 所以放下自我的情绪 执着 却全然的奉献 接受 哪怕对方对不起你 然后 把所有的痛苦都放下 把所有的不高兴的事情都接受 什么叫放下 我不去想它 不是那个意思 我全然的接受你的缺点 你对不起我 我都全然的接受 但是呢 全然的接受 表达一个全然的爱 关怀 我想我们修大乘佛教 应该如此 就像各位 不要自私 我们六灾日 应该去老人院 去孤儿院 去河边 去湖墓区 去哪里可以奉献爱 那我们这样去做 但是自己呢 却守着严格的戒律 不杀生 不偷盗 不淫欲 乃至呢 不妄语 不喝酒 不吃肉 不唱歌 看电视 所以 不放逸自己 但是却 全然的呢 去帮助我们的社会 乃至整个法界 所以前面有六张桌子 念一下 回向天道有情 回向阿修罗道有情 回向所有人类有情 快乐自在 升天升净土 回向伤恶道众生 离苦得乐 脱离轮回 往生净土 同城佛道 我想天底下的事 真的很烦恼 为了事业 为了家庭 为了身体 为了很多很多的理由 你都会觉得 很烦恼 很痛苦 放不下 很生气 很灰心 那各位要永远记住 既然你今天要守 包括这些 昨天被欺负 昨天被骂 明天可能要被斩头 都要放下 所以 一个人最大的痛苦 是把痛苦再痛苦 想到别人欺负我 然后再痛苦一次 想到别人欺负我 然后再痛苦一次 一直在伤害自己 修行者 要达到自在 全然接受 全然去爱 全然接受 就是空性的智慧 全然去爱 就是大慈大悲 如何圆满地保持 这样的状态 那叫菩提心的状态 那各位 今天守八观再戒 不是压抑 是全然地放下 因为你守八观再戒 所以 今天有个人欠你一百万 说要还你 又没还你 那今天你八观再戒 要放下 有还也好 没还也好 放下 而不是明天上午 我再打电话 就跟你要债 因为佛陀教我们 学习这种快乐 当你达到一种快乐 你就不要再去找痛苦了 并不是我 今天不要恨你 明天恨你 不是那个意思 然后你就会达到平静 然后你就发现 你的病就好了 那为什么要守八观再戒 哎哟 我一天不生气 很快乐 所以我永远不再生气 我一天不骂人了 所以我永远就不骂人了 所以 那你内心改变了 你的身心就变化 这个叫什么 念一下 远离病苦 消除罪障 并不是说你今天守八观再戒 然后今天消罪障了 明天罪障又来 今天你守八观再戒不生病 结果你明天又继续生病 那八观再戒要干嘛 对不对 又不是吸毒品 吸毒可以暂时不要痛 八观再戒是 你抓到了这个要点 身体不造恶业 嘴巴不要讲不好的话 心里不让它再起烦恼了 然后你这样 严格的去守24个钟头 结果严格守24个钟头以后 来念六个字 当下即是永恒 那你永远抓住这个点 就像这边每一个门都锁起来了 你根本出不去 但是你终于找到一个门 打开了可以出去 你永远会自然在那边进出 你不用去闯那个关不起来的 所以你今天找到这个要点 找到一个正觉之道 所以你永远就找到了 所以我想我在这边告诉各位 当你年轻的时候谈恋爱 你去爱上你先生太太 就找到了 至于后面她有外遇了 离开你了 她死了 你继续爱她 那就对了 你抓到那个重点 就像我们念阿弥陀佛 哎呀我找到了 我把我的生命心态都交给阿弥陀佛了 念一下心在极乐 爱撒众生 因为我找到了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极乐世界 从我学活那一天开始 我永远心在极乐了 那我在这个世间 快快乐乐的接受毁谤 随缘做善事 为什么我不离菩提心 然后我准备上品上身了 我不会改变 我读了一篇地藏经以后 我就找到了 我不再杀身偷盗了 我不再邪淫了 我要好好孝顺父母了 所以我以前没有很孝顺 所以我现在 我读了一篇地藏经以后 我永远孝顺我爸爸 我永远孝顺我妈妈 我爸爸打麻将 我爸爸这边做什么坏事 我都说好 这样而已 因为我读了地藏经了 我不会改变了 我不会有条件了 爸爸依然是爸爸 他还是那个样子 但是我读了地藏经了 我不会改变了 对他永远的孝顺 因为这样我爸爸就改变了 很奇怪 原来改变对方来自于 改变自己去接受对方 他就改变了 请记住我这句话 你的老公打麻将 对不起你 让你抱怨 但是你今天手报完再借了 你全然地放下 全然地接受对方 等你回去以后 你改变了他就改变了 如果你没有改变 他依然就对你的态度不好 你依然觉得婚姻不幸福 因为你没有改变 所以活法的利益呢 不再说像麻醉品一样 今天有 明天没有 你把发光灾界的要点找到了 就像一个人一念来自十念 愿意往生极乐世界 等他哪一天保持这个正念 然后他一辈子 他当下往生极乐世界 他往生极乐世界以后 生生世世不再轮回 轮回是来行菩萨道 而不是来受苦 他是怀着愿意来轮回 而不是说 他将来从极乐世界下来 又开始去造恶业 不是那个意思 所以各位抓到这个八观灾界 如果你抓到这个意义 你才知道八观灾界的功德 永远不堕落三恶道 忠品忠生 保证往生极乐世界 因为你瘦了 你保持这个心态 将来保证成佛 所以各位了解了 所以后面这句话就有了 倒数第二行 四十四页 所以各位必须一日一夜 秉至前程 你要决心 把这六个念头 放在你心里 所以那这个心理会让 变成永恒了 虽然你没办法做得很好 但是每一次八观再见 你又恢复一百分 但是你已经知道 要保持六念 保持六念你的内心里面 就没有烦恼 而且伟大的愿力都会出来 尽其自已 唯第一 念佛 慈悲导师 就像各位现在得癌症 不要排斥他了 癌症就是我生命的这一部分 这是我的夜报 我的心态 造成的夜报 也可能我发菩提心了 我用我的身体来承担 所有众生的癌症 承担 所以把你的痛苦 变成一种承担 就是菩提心 而不是一种排斥 所以你永远 跟癌症和平相处 因为癌症是你爱众生的方法 那如果你有这个心态 那个癌症就慢慢就不见了 奇迹不见了 因为你用一种全然的爱 接受它 那这个冤心在主 不得不超度 让我们的祖先冤心在主 都上品上身 让我们的世界 随着我们转化 你只要有一个正确的发心 特别今天守八幻灾戒 所以我想这个六念法 并不是今天守 而明天放弃 因为这个六念法 变成你的心态了 所以第一个 念佛 慈悲导师 每一个佛 累劫牺牲生命 为了我们而成佛 乃至不断地来轮回 来救度我们 所以大慈大悲 所以各位 如果你可以感受到佛陀的存在 你的生命太平安了 太快乐了 现在什么叫末法呢 诸佛菩萨明明一直视线在我们的邻居左右 时时刻刻在加持我们 只要你皈依三宝 没有一个佛会舍弃我们 但是偏偏我们生不起信心 生不起信心 甚至把佛陀当作凡夫还骂他 那就好可惜 所以我的师父如虚长老 我的师公真华长老 我的法祖和尚绝光长老 我从心里面相信他们是佛陀 所以我内心非常的快乐 非常的平静 就算他们现在都舍爆了 但是我发觉 我这些师父们 包括我前世的师父们 都还在加持我 关心着我 因为他们是佛陀 他们永远不会舍弃我们 大慈大悲 引导了我们 我只要不要用自己的想法 在做事就好了 各位记住 念佛为什么要念佛 就是不要念自己 不要念我的想法 不要念我的自私 要念佛的心态 要念佛的慈悲 这个叫念佛 佛为我们牺牲生命 为了让我们成佛 牺牲了多少血泪骨髓生命 在我们身上 种下我们今天能够归三宝 能够学佛的因 太慈悲了 所以内心里面 意念的所有的佛陀 第二个念法 那佛陀告诉我们什么 每一个佛要我们 断恶修缮 自尽其意 发菩提心 那讲了这么多经典 法语 那各位要意念 我想 你很爱你的儿子 爱得要命 你儿子的每一句话 你都会永远记起来 记住我这句话 所以我的师父虽然舍抱了 但我师父所讲的每一句话 我都还记得 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他就根本不用去记 因为你对你的师父有信心 他每一句话都会盯在你心里面 那你会牢牢记住 改变自己的缺点 你这个人爱生气 你想生气的时候 师父 海涛不要生气了 马上会有个正念给你的 这个就是 你对你的师父有信心 自然这个法就融入在你内心 第三念身 那很多佛菩萨 四线神出家人 四线神菩萨 在引导我们 帮助我们 所以叫人天福天 我们只要依止善知识 绝对不会堕落三恶道 来告诉我们 如何积福天 如何成佛的方法 第四念天 归三宝 好好修行 保证升天 我在这边 常告诉别人 这个世间不要享受 这个世间享受是一种浪费 短短一百年 一半的时间在睡觉 还有很多时间要生病 其他的时间在跑贷款 你才剩下一点点时间 那多浪费啊 所以你只要再利用短短的 一辈子 那创造未来式的快乐 升天 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天上的寿命又长 最短的九百万岁 然后加四倍 加四倍 天啊到第四层天 已经变成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了 何况有二十八层天 所以你要享受所有的快乐 那好好的修行 一日一夜八观灾界 愿升天得升天 愿往生净土得往生净土 所以这样来归一三宝 持戒布施 长寿安乐 只是我们佛教徒 希望往生 能够听闻佛法 发菩提心的天 那就是都算念愿 乃至四方诸佛菩萨的净土 第五念戒 所以好好的持戒 什么叫戒 空性 大悲心 菩提心 那才叫持戒的意义 以外在的行为 来净化我们的心 所以叫清净身心 特别我们大家行菩萨道 慈悲是我们的戒律 爱众生是我们的戒律 保持无分别的空性 是我们的戒律 为众生而成佛 乃至愿众生都成佛的菩提心 是我们的戒律 所以实时保持这样的状态 清净身心 第六念布施 普及贫穷 这个世间需要我们帮助的太多了 昨天晚上我故意走到河边 好多鱼在跳 然后赶快要找面包啊 所以不然就撒甘露水啊 然后呢 好兄弟 多布施烟供给他了 老人愿 孤儿愿 现在很多人生病没钱 世界各地都有 那各位呢 菩萨道就是把自己奉献给众生 帮助众生 所以无一众生不度 那我们也做不完的事 没有时间烦恼 千万不要为了自己的事情再烦恼 帮助众生就是超越自己烦恼 最好的方法 当你去帮助众生的时候 你会觉得 我这个烦恼算什么 而且当你有帮助众生的资良 跟功德的时候 那烦恼一下就没有了 这很简单 所以永远不要说 我自己哪里好痛 你的痛变成帮助众生 原来众生这么痛 当你肚子饿的时候 原来众生这么饿 当你吃好东西的时候 愿这个好东西 这个好的味道 都供养不思给众生 你这样过一天的生活 然后让你天天学习这样过生活 保持六念法 所以外在以八条戒律 约束我们的生与口 第一 不杀害众生 第二 不偷盗他人财物 第三 男女之间全断淫欲 这一点观念很重要 世间的淫欲 是生死轮回的根本 像各位结婚了 结婚了 那怎么办 我要所报案再借 但是我告诉各位 你结婚了 今天老公对你很好 但是呢 你把这个当作一个 对老公好的方法 而不是你的欲望 那你就快乐 你千万不要耿耿于怀 哎呀 怎么办 我要解脱呢 我还要陪老公睡觉 我要解脱呢 那大乘佛教是慈悲 你自己没有欲望 你自己没有一种 想要去占有 追求什么 但是呢 你却能够 体贴对方的需要 他需要你跟他讲讲爱的话 他需要你跟他讲讲 牵牵他的手 抱抱他 那你就很自然去做 所以我想各位 就像你抱你的儿子 抱你的女儿 你一点都没有欲望 因为你只想安慰他 你只想让他不要哭了 很自在 很幸福 那多快乐 所以我想各位 你抱一只狗 你爱他可以 所以那佛教也要我们 这个断除 全断淫欲 那是不要 当然有这种 难理的性冲动 但是八关灾界 你还是要守好 今天过过这个生活 哪一天你会觉得 没有欲望的爱 没有污染的爱 那是很快乐 所以对每个人都一样 对每个人 对每个众生都一样 来自第八 离非时时 我们中午吃完 晚上就不吃饭了 晚上保持饿饿的 可以消夜障 可以少欲望 而且可以让恶鬼道 不吐火 进一步我们晚上 要多食食啊 做阴供啊 所以由是 身口一三叶到清静 成为出离世间 往生净土之阵阴 各位记住 世间这个两个字叫苦 世间叫苦 有结婚 有家庭 有财产 世间变化无常 你不得不苦 所以那你学佛了 不是叫我们 不要这个世间 而是了解这个世间的真相 被设 诸行无常 有受皆苦 诸法无我 这个世间一切都是 无常苦空无我 这个世间 我们唯一要做的是 无污染的慈悲 这样就好了 慈悲是没有执着的 但是呢 却全然接受 对方的缺点的 接受对方的变化的 那天有一位小姐 说她要结婚了 然后她就问我 师父 如何婚姻快乐 我说你要听 真的还听假的呢 她说当然听真的啊 那你既然爱你的先生 那万一哪一天 他不爱你了 你继续爱他就好了 万一哪一天 他有外遇了 那你就通通爱就好了 万一哪一天 他喜欢赌博 骂你 那你就当作 消业这样加持就好了 因为 你要得到一个 永恒的快乐 不在于改变对方 而在于 念一下 接受对方 这就对了 不要因为对方的不好 而伤害了你圆满的心态 各位据住这句话 这个世间本来就不圆满 这个地球 这个马来西亚圆满吗 不圆满 但是世间的不圆满 这是正常的 无常苦空无我的 但是我内心接受 涅槃极境 全然的接受 全然的爱 记住这个道理 不要去改变对方 所以你的儿子有一点 有一点不能走路 甚至有一点弱智 没有问题 你好好爱他就好 但是如果你加上面子 他怎么会变这样 晚上偷偷哭 对你没有意义 一直在伤害你 所以我想各位 能哭能笑 没有问题 所以因为 别人的小孩早就跑掉了 但是你这个小孩 永远接受你的爱 永远需要你 他甚至一辈子不结婚的 跟你在一起 你只管爱对方就好 不要有分别性 所以学习佛法 所谓出世间 不是改变这个世间 是净化这个世间 你心清静了 你接受一切了 你毫无条件的去付出了 那就好了 所以那你就种下了这个正因 你将来知道方法了 成佛不成佛 可以当下成佛 也可以永远不成佛 看你能不能用佛的心去面对一切 佛的心叫菩提心 菩提心是以空性做基本 而大慈大悲 善巧方便 那你永远保持这样就好了 那你不是当下就是佛了吗 因为你用佛的心在做事 但是你接受这个凡夫的身体 就像你已经成佛了 你还是凡夫的身体 要吃饭 要生病 要上厕所的 怕冷怕热的 这很正常 但是你用佛的心在做事情 那就好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还故意去修苦行 故意让自己身体受苦 看能不能心里保持平静跟慈悲 今天八晚再见 就是希望各位了解这个世间 就像了解你的先生太太 了解政治 了解这些老板 职员 特别各位在马来西亚 有马来人 有印度人 有华人 有各种的人 但是每一种人都有人的优点跟缺点 但是我们接受他的缺点 弥补他的缺点 学习他的优点 那你就不会被他卡住了 这个叫出世正因 解脱根本 你没有分别的爱 那你当下就解脱了 所以我讲了这么多 那你能够记忆两句话也好 放在心里 让你成为一个不倒翁 所以我从小我爸爸就送我一个不倒翁 他就告诉我 让别人倒不倒你 那我爸爸给我的观念是 考试第一名 读书第一名 很有钱 做一个皇帝 别人就倒不倒你 我那个时候心里 我觉得我爸爸跟我这样讲了 并不是很正确 我心里讲的法 反正我考最后一名 反正我生病 反正我很贫穷 我还是很快乐 这个叫不倒翁 反正别人伤害我 我都可以接受 这个叫不倒翁 所以我自己的体悟是这样 所以不倒翁不是得到什么 而是接受什么 接受一起 所以这个叫无我 只有你伤害我 我继续爱你 所以我很喜欢德烈萨修女 她说不管别人对我怎么样 我依然爱你 活头也是这么说 每一个伟人都这么说 所以我刚从印度回来 我一直去体悟印度甘地 哎呦好伟大 当别人用枪杀死她的时候 她不是恨对方 她讲的是神啊 我要来了 我要到你的地方去了 所以她不是用暴力 所以她是用一种柔软的行动 希望印度更好 所以我想我们学佛了 那我们要把佛法 用在现今的社会上 现今的社会上 叫我们怎么去做 那各位了解了 那你应该按照这样去做 跟你的离婚的老公聚会聚会 吃个饭也好 表达爱他 关心他 虽然离婚呢 缘分还在啊 对不对 因为你学佛了嘛 我永远关心你嘛 就这样而已嘛 让对方得到一个快乐 哪里不好 所以快乐来自于给别人一种快乐 给别人一种祝福 这样就好了 不然你很痛苦 你很痛苦 你怎么给别人快乐 讲这句话 对不对 你内心已经没有痛苦了 是像一个没有毒的花 没有毒的水 给人喝 人家都喜欢喝 千万不要要求 对方对你好 你才要对他好 对方忠于你 才要忠于对方 对方给你钱赚 你才会快乐 那你像乞丐一样 永远不会快乐 因为你的快乐是来自于 别人给你 你才会快乐 真正的菩萨是什么 来 我给别人 我奉献给众生 所以你快乐 无所求的奉献 那希望大家有这种心态 那各位活在马来西亚 像我回到马来西亚 是来忏悔的 我过去是一定 投胎做马来西亚人 搞不好做英国人 来这边什么样的 占有人家的土地 收刮人家的财产 还派人家去杀人 对不对 不听话就砍掉砍掉 所以一定做过这种英国人 也做过外来民主 来欺负原住民 都有可能 也做过人去杀掉那些动物 也有可能 所以我们到每一片土地去 就去忏悔 然后呢 去消业障 但是有魔王鬼王找我 我也跟他忏悔 供养他 每个人都怀了这样的心态 所以我在这边跟各位讲了那么多 我也是要向各位忏悔 各位一定做过我的妈妈 爸爸亲人 我们过去都对不起各位 但现在我懂一点点 一点点佛法了 然后我应该发这个愿 承担所有人身心的痛苦 但是却把佛法的快乐 无所求的供养给对方 你要发这样的心 你要这样想 所以别人的痛苦 造了所有的恶业伤害 都不要恨 接受 全然接受 承担他的苦 但是我们不是快乐给对方 那这就是大乘的八观灾界 用这样的无污染 充满爱 这就是佛陀的心 所以各位今天六载日 十载日 念大师至菩萨 承担众生 消除三恶道苦 念如舌纳佛 圆满功德 成佛普度众生 以这样的心态 过一天一夜 过一辈子 过敬畏来寄的生活 好不好 那够了 那一年受一次就OK了 你就用一年吧 然后呢就用一辈子吧 然后这样你就 不倒翁了 所向无敌充满爱了 内观自在 外观是因 一切得自在 无爱 心无怪 却充满爱 去观心众生 去得阿尿多罗三秒 双菩提 所以我想各位 我们身为华人 天天做供养 要想到所有的印度人 所有的马来人 好不好啊 由我们的国家 到其他国家 由人类到其他众生 我们为所有九法界众生 在供养佛的法界 所以这样来圆满上供下师 希望各位天天在家里 都这样子上供 礼拜 下师 每天我们都 离经诸佛 称赞如来 广修 供养 忏悔业障 随喜功德 就这样修 到最后 普洁回向 每天都在如此 然后呢 既然你会拜佛 那你就要尊敬别人 每一个人都有佛性 只要你用佛性 去尊敬对方 对方就会开发佛性 所以佛陀为什么要成佛 因为他圆满了佛性 跟功德 他以这个圆满的佛性功德 展现 供养给对方 对方也会想要成佛的 因为众生都在 无明黑暗痛苦轮回 佛所展现的是 智慧慈悲的净土 没有一个众生 不想要去净土 没有一个众生 不想要向好庄严 所以各位 后面这一尊 本师释迦牟尼佛 看起来庄不庄严 内外庄严 身口意庄严 向好庄严 功德具足 大智慧 大慈悲 大雄大利 聚集一切圆满的功德 奉献给我们 就像一个女孩子 很喜欢那个男生 她会把最贵的都穿在她身上的 然后呢 就是要对方看到她的美 就是这样 所以我想佛陀也一样 那么每一个祖师 都是这样 展现她圆满的功德 供养给我们 就像阿弥陀佛 展现她的极乐世界 供养给我们 用我们去享受她的快乐 从今天开始 都把最快乐的供养对方 好不好啊 对方骂你 骗你怎么办 没关系 我来接受你的业 我来承担你的苦 不要怪对方 我们只想要承担对方的苦 然后令对方快乐 用这样子的慈悲智慧 对方一定被你感动 杀人魔王 殃劫魔罗 杀这么多人 但是他就杀不到佛陀 因为佛陀用慈悲接受她 结果 杨洁莫罗就放下 屠刀立立成佛了 改变了 所以佛陀绝对不是用武力 伤害她 就像提波达多 一直害佛陀 但是佛陀永远把她 当作独生子的 去探望她 去爱她 这样而已 所以希望杨洁莫罗 健康起来 虽然她健康 还要继续害佛陀 但是佛陀就继续爱她 这样就好了 虽然杨洁莫罗 必须享受她的夜报 下地狱 但是佛陀想尽办法 超度她 接近她 爱护她 感动她 所以 这个就是佛法 所以各位 希望永远用最好的 去供养对方 好不好 最好的 做老婆 煮菜好吃一点 讲话 讲好听一点 穿衣服 穿得得当一点 就要让你的老公 觉得很好 做老公的 也是把最好的 都奉献给老婆 所以不要有私房钱 都给她 把钱都交给她 把所有的都 供养你太太 就像做父母的 她自自然然的 把所有最好的 都供养给儿女 同样的 我们学佛的 把我们最好的 都念一下 供养众生 供养法界 因为你以 供佛的方法 去供养法界 供养众生 世界就变净土 众生就可以成佛 所以释迦牟尼佛 累劫累世 为我们奉献生命 所做的功德 供养我们 要我们念她的佛号 念她的经 念她的咒 礼拜她的形象 得到她所有的功德 那这个就是一个 佛教徒 应该有的心态 不要嫌弃对方 永远 永远去供养 爱护对方 离请护法善神 特别各位 在马来西亚 有这么多印度庙 有这么多 回教教堂 天主基督教 道教 有这么多寺庙 但是 每一种宗教 都有它的神明 但是各位呢 永远记住 佛法是超越宗教的宗教 佛法是叫我们去爱 所有的宗教 乃至所有的宗教徒 希望他们快乐自在 将来就近圆满 千万不要认为说 我们佛法是最圆满的 内心有一点骄傲 甚至看不起对方 那你就不懂佛法了 佛法是万法的本体 都是佛 所以任何一个神 都有佛性 任何一个宗教的本体 都是空性 没有分别的 要没有分别的 去爱护所有宗教 甚至所有宗教的神明 因为宗教的神明 爱护他的信徒 他的信徒啊 得到这个神明的加持 所以如果这个神明 也能够充满了 我们供养他功德啊 我们尊敬他 然后他也会圆满 他的佛性的 所以我想佛教里面啊 你越尊敬对方 越赞叹对方 对方就越容易达到圆满 所以我们有圆满的心 来看待一切 所以这样来 齐请所有护法善神 包括你家里的地基主啊 这边的土地公啊 拿渡公啊 大背公啊 好兄弟公 很多很多都叫公 所以都是尊敬的意思 所以希望他们圆满 凡是碰到一点点痛苦 只要怪自己 不要怪别人 好不好啊 这样你内心就会很平静 然后只会更精进而已 不要保留自己什么 完全的奉献给对方 不要抱怨 完全的去接受爱对方 不管他是你的工人 他是你的老板 他是你的国家 包括你的身体 我们都全然的接受 但是呢 是怪自己 好好的忏悔 好好的发愿 但是忏悔完以后 你就放下吧 不要每天在想 哎呀 我哪里不好 哪里不好 那你反而浪费 因为你已经决心不再犯了 你忏悔过了 现在就积极的行动 去弥补 所以过去你自私 那你忏悔过了 你现在就不要自私 天天去帮助众生就好了 不要一直关在家里 一直拜 这个体力拿来替老人洗澡 多好呢 所以你可以积极的去帮助别人 不要为了自己的业 不断的在忏悔 如果你真的要忏悔 是带所有众生忏悔 承担所有众生的痛苦 而为他们忏悔 而不是为自己的 什么空性 为了自己的 什么功德 为了自己的圆满家行 在忏悔 这样呢 你永远都是自私的 永远都不是大乘佛教 就算你得到了 所有的家行都做好了 又怎么样呢 你不是多了一个 自私骄傲的人而已 这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有时候我很佩服女人 一个女人为了先生 帮她生这么多小孩 帮她传宗接代 帮她照顾家庭 牺牲奉献 所以这有时候太伟大了 所以现在佛经都说 这个末法十几 女人升天 男人下地狱 男人都不做事的 喊来喊去而已 有点小钱就很骄傲 然后有点小钱 外面都搞小三 不做好事的 反而女人有惭愧心 生命苦 努力修行 努力忏悔 照顾全家 广修功德 末法就是如此 所以我们每天忏悔 那就不要怪别人 吸收别人的所有的恶业 我们只管爱对方 所以我很喜欢去监狱 监狱这些人 人家说做了坏事 但是我们去爱他 他就会改 用爱感动对方 他就会想要做好事 所以佛陀永远用慈悲 以智慧感动我们 佛陀不谴责我们 所以自然我们就被他感动 愿意去改变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佛法 究竟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 有责任 将佛陀的正法 不分宗派 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 多关心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指挥中心 疫情监测组组长 周志浩 年假迎新春 请持续落实防疫措施 与亲友团聚 拱手不握手 近距离接触 要戴口罩 聚餐时 尽量选择套餐 如选择合菜 应使用公块母池 外出游玩 记得佩戴口罩 清洁双手 并配合管理单位的防疫措施 如果您正在居家隔离或检疫 请遵守相关规定 透过通讯软体拜年 心力不打折 也提醒自主健康管理的朋友 避免前往公共场所 外出全程佩戴口罩 如有发烧 咳嗽等疑似症状 请佩戴口罩 素就医 不要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让我们一起 健康安心 迎好年 2020年 慈悲之夜 宜兰三星大悲 观音道场 怀抱着无比感恩的心 感恩所有义工菩萨们 默默耕耘 不求回报的悲心 奉献自己的时间 精力 体力 投身于道场义工的队伍中 佛经云 有慧情精进 护持我正法 由尽性夹杀 能渡烦恼海 能付出便有福 作者立他奉献之事 心里想着如何利益一切周身 无时无刻手持 深口力的清紧 不求福报 也自有无量无边之福德 此外 也要感谢 护持善款的菩萨大德 因为有你们的护持 慈悲之夜 宜兰三星大悲观音道场 才能将弘法立身 普及于切 遍及社会更多角落 共逐法海 感谢所有义工菩萨 兼能带此一颗悲心 慧言 广行布施之功德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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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ying the Colossus 收入 长心精进 ither Harp Editor 何心光大 慈悲心 慈悲之夜 宜蘭三星大悲觀音道場 2021年 祈願佛日真偉 第六眾生 世界祥和 一請早日消離 阿彌陀佛 有時我問一時 我注射為祈託 遠距孤獨今生 是一身也 有一天神殊生光明 遍昭緣中 乃至佛所 共敬禮拜 山地一旁 一起白過夜 從天神與人 何望多離 四里求幸福 請求最吉祥 世尊如世大夜 作詞曲 李宗盛 作詞 李宗盛 曾經有的詞 曾經有的詞 世為最奇想 其諸是一處 往昔有的心 世為最奇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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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efiting你 部份侮實 他� пит 背乎其 去世界 嗋咐 伴父母亲 爱不及与子 总也要无恨 实惟最继绣 不是好平等 放逐种情卷 心为无瑕疵 实惟最继绣 写心虚尽 可及不饮酒 美得见无依 实惟最继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祭师问教法 实惟最继绣 忍耐于顺从 得见众傻们 世事论心仰 实惟最继绣 此知今生过 领悟八正道 世政也盼放 实惟最继绣 阿虹无东西 无忧无忍 阿虹无忧无忧 实惟最继绣 阿虹无忧无忧 实惟最继绣 阿虹无忧伴 阿虹无忧无忧 阿虹无忧 赤州心清净 赤州知望念